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毓兰 新闻我们来关注的考量气候变迁农村人口老化 青年不愿返乡重施农业等等的问题 能源公司与保证责任花莲县绿电农业生产合作社 共同合作的花莲结案光电段温室及植物环控栽培设施 附属绿能设施示范案场 24号的上午是举行了启用发布会 也期望能够有效造福农民来着重农业永续发展 落实地炭社会达成减碳目标 政府已将绿能产业列为主要推动政策计划之一 齐味能源旗下子公司宾威能源 与保证责任花莲县绿电农业生产合作社 24日举办花莲吉安光阴段温室及植物环控栽培设施 附属绿能设施示范案场启用发布会 分享温室内良好环境能保持植物产量 同时有效预防病虫害 提升有机农产品质 解决农村困境 我们家的温室 上面可不可以重设太阳能系统 我就跟他说当然可以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规划一下 我说你儿子不回来接了吗 他说他已经在台北发展 他已经不回来了 我就觉得蛮可惜的 那时候有一个动心起念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 然后这个一个更最重要是更高的一个农作物的一个收入 那我觉得我这个第二代的清农百乡工作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的契机 要如何能够让农业有相当的经济产值 它的规模系就很重要 它的规模还要对于我们现在极端气候 所以怎么样运用温网盆再加上绿能能够节省它的成本 这就很重要 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地务囊都是族的 那我是希望我的期望是说 希望政府能够出职 出职然后来协助农民把这个建设做好这样子 然后也在地利用我们的土壤这样子 这样子也不会霜落掉 我是在地人活来试试看 其实我不是很专业 但是在他们盖好之后 我九月开始种 而我发现很亮 种什么长什么 我就有什么 有时候朋友拿给我什么苗我就拿来种 这家体育能源他们的做法是 由他们来出设施的钱 等于这个五千万不用农民自己出资 那农民只要负责生产 那本来我就是实际在从事农业在生产的农民来讲 如果有人免费帮我搭设施 那他另外一年他还付给地主一公顷租金约20万元 那他就多了这20万 他又一样的土地在耕作 那我觉得对农民来讲是帮助的 因为设施型的农业是未来我们农业的发展趋势 尤其我们花冬地震多台风多极端气候又影响 所以这个是可行的 只是我们还要更细部的去了解 这家公司投资的未来的发展 是不是对农民是真正有受益的 此项部属利能设施 依据花莲地震频繁 以预注式方形基桩做点装饰建构 以钢构衔接可强化抗风抗震 共规划五个种植区域 各个区域一日照不同 种植各种适合现场光照各种作物 合作农民可以自己建置温室或租赁后进行栽种 超多样化发展 期望能有效照顾农民 解决小农经济困境 达到多方多营新的经营模式 记者蒋邦彦前相报导